双北房价下沙破盘 在文山区有建案 打出四字头价格震撼市场 上半年北市中正区七字头 有敢让价 扩展到内湖文山区 四五字头建案 看齐新北房价 价格大战新北也不遑多让 趁着让利出清 最低单价来到32万 板潮卢州四字头 堪称单价最低捷运宅 细致更寄出三字头 直逼中股行情 不过民众购物压力 似乎稍稍减轻 以房屋平均总价来看 跟去年相比 北市叠价近百万 新北小叠两万 价格还只有北市一半低 所以新北市是比较 手购型这一类的客户层 是比较多 所以它总价带部分影响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那台北市的部分 从高点到现在 目前有13%的一个下修 三房来讲的话 总价大致上都还需要 在两千万左右 万华区目前大概三字头 应该OK 那如果是新北 新北的话 有的地方还是很高 但是我想普遍 大概也要三十以上 收入那么少 你要去 你如果不靠霸足的话 也很难买房子 民众大探买房不易 只判价格盘整 多跌一点是一点 东三台经新闻 江明熙神医团台北报道 眼熙 fitness 伤工 发生之后 谢谢大家